从邓紫月偷吃范贤的饭菜起,才是他信任范贤的开始。 邓紫月自登场以来的吃戏可是不少,出露面食,他正在啃烧饼,收了简叔丝的银票,别人在吃炖肉,他还在啃烧饼。 范贤亲自做了点心,他虽然接受,却也不敢当面吃,而是用纸包了起来。 而如今,当他发现王启年偷吃范贤的饭菜还打包,他也假装惶恐地动起了筷子。 不光吃了饭菜,他还偷尝了范贤的酸辣。 邓紫月的改变不仅仅是在吃东西上面,可以说他的每一次出场身上都发生着不小的变化。 曾经核实,他还是检察院一处那个未手未脚的主部,见到新上司到来,立刻忙口马屁,紧急划贵。 看着范贤口中高喊着清廉,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收受了三千两的贿赂。 他也不得不接受了王启年塞进来的银票,但他只是同流,却绝不合污,转身就将银票系在了公帐上给同僚炖肉吃,而自己仍旧啃着烧饼。 范贤发现他的衣服都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,而他却从没收过一点贿赂,从未吃过一口云梦鱼,也许这就是他内心最后的坚持吧。 面对范贤的激将,他仍旧是紧急划贵。 邓紫月,你很连结吗? 能了不起啊! 既然你这么连结,你怎么不上报呢? 属下之罪! 你别着急贵啊! 这时我们才知道,原来这个未手未脚,手术两端的小主部,也曾是个敢于拼死利剑,不计个人得失的勇龙小利,也曾满怀报复,仗义直言,直面上位者的贪婪和不公。 当年的邓紫月慷慨激昂,院里边有谁欺上瞒下,谋取私利,都被你指着鼻子骂过,甚至包括你的直属上司。 然而这样的邓紫月,因为没有靠山,在经历了无数的摧残和打压后,心中的那团火便一点点的被浇灭了。 他不得不催眉折腰,收起了往日的义气风发,变成了委屈求全,独善其身。 当时不含世事,属下现在懂事了。 你懂什么了? 属下懂得,做官不可特立独行,该当与光同传的。 或许只有经历过职场的曲折,吃过很多亏,失望过很多次,才能真正体会邓紫月努力维持笑容,却泪流满面的无奈吧。 真的没有必要得罪人,早就没气钱了,就一个独善其身吗? 直到范贤一把将他拉了起来,郑重地告诉他。 做好人生的一切,最好先有个靠山。 邓紫月,你有吗? 属下没有,现在你有了。 从今往后,我就是你的靠山。 你可以试着,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。 当范贤承诺做他的靠山时,邓紫月眼神中那种震惊、逃避、讨好和心酸,不可置信又小心翼翼的情绪,不知道会招哭多少职场打工人。 观察了范贤一段时间后,那个战战兢兢,唯唯诺诺,只求独善其身的邓紫月,终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 范贤要查史家镇幸存者,邓紫月不眠不休,做好跟踪记录。 石禅呢? 大人,这是石禅入住客栈以来一言一行的详尽记录。 范贤要为靖考院。 老邓,你带医处的人把这给我围了,没我的手令谁也不许方吧? 领命。 面对礼部尚书这样的大员,他抱贱而立,轻轻行了一礼,不卑不亢,宛若年少时那般模样。 刀剑无情,还望尚书大人刺中。 你等拦在此处,若误了明日放吧,谁来领罪? 监察院一处,邓紫月愿担此则。 有了范贤这个可以托付终生的靠山,邓紫月终于智冷了起来。 诸位同僚,邓某此前终日昏昏噩噩,得过且过,可以说是耳聋眼瞎。 但小范大人来了之后,一处不一样。 我相信,一处一定能像从前一样,行使监察百官,震慑坚定的职责。 不此邓某,此生绝迹追随小范大人。 也许整部剧中最刚之不阿的人并非范贤,也不是颜冰云,而是身在黑暗,却心向光明的邓紫月。 他没有什么显著的家世人脉,更没有任何靠山。 虽然一退再退,却有一根永不退后的底线,有一副永远都打不舍的腰骨。 一个人苦苦挣扎求存,在尝遍了世间险恶后,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坚持。 仿佛云云众生中的那个你,我和他。 邓紫月,记住。 咖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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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啥